Cleaning of Clean Room Suit 洁净服是药品生产过程中重要的个人防护装备 洁净服的清洗对洁净度的影响至关重要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洁净服的清洗 为了避免洁净服在清洗、装袋、转运过程中产生交叉污染 洁净服的清洗也应该在洁净区操作 洁净区的级别可以和使用区域保持一致或者低一个级别 比方说B级区的洁净服可以在B级或C级清洗 在经历清洗、烘干、别衣、包装、灭菌、密封后再转运至B级区 洁净服的清洗是采用专业的工业洗衣机 使用不锈钢通道型无沉级专用洗衣机和烘干机 并根据洁净服、鞋、配件的类别和容量选择合适的清洗模式 清洗的容量一般不超过最大清洗量的80% 同时干脏所用的风需经过高效过滤器 洁净服的清洗用水必须使用经过处理的成化水 而非普通的工业用水 首先肯定不是家用的洗涤剂了 应该使用洁净服专用的洗涤剂 应选用非离子性表面活性剂 TH值为中性 注意事项 洁净服的清洗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洁净服清洗前应认真检查有无破损 扭扣、拉链等部件是否完好 对有缺陷者进行维修、更换或废弃 清洗时尽量闭合拉链 洁净服无论新旧都先要拣选 若发现污渍应去除污渍再进行洗涤 不同洁净区的衣服要分开清洗 洁净鞋与洁净服分开清洗 避免交叉污染 洗涤和漂洗过程中使用的水都需要经过处理 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为限制微生物生长 水系统中应设置面均装置 烘干温度建议不超过60摄氏度 然后慢慢冷却 同时注意防止烘干机过载 并按重量或体积控制烘干容量 正确的清洗方式不仅能有效去除污渍 保护衣物纤维 还能延长衣服的使用寿命 洁净服的清洗你学会了吗